什么鬼,这些化妆品这么难用还这么火? 今日话题,有哪些很火的化妆品让人很失望? 第一种,水宝宝纯净防晒乳 这款防晒真的很火,想必很多人就是因为它的知名度才选择了它 但若是用过它的小伙伴,很少有回购的,因为它真的不好用 尤其是油皮的小仙女们一定要胜埋哦 第二种,泰国外腿炉会胶珠鼻贴 被黑头所困扰的小仙女不再找数 但是一定不要随便选择去黑头产品哦 就比如发兔药说的这款,被很多人推荐 但是在用过后,黑头不仅没有减少,毛孔反而变得比之前还要明显了 第三种,资生堂山科截面 还记得周围的小伙伴曾经给发脱案例过这款截面 但是只要用过它就知道,真的不好用 对于油皮来说都略微有些干,更没说干皮的小伙伴 所以说干皮的小伙伴渗弱 第四种,突破for school的修容粉 这款修容粉也是突然就活起来的 但其实它的效果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好 涂在脸上并没有很明显,而且一点也不吃酒